我現在走在位置呢 是在屏東的林邊 這邊呢 記說每一次下雨都淹 特別是在昨天說短短四個小時呢 水深就已經到了大腿骨這邊了 現在雖然稍稍的退卻 可是你可能可以看到 家家戶戶 大家都還沒有打算要清理 原因是因為他們聽到了 還有一個颱風要來 所以他們現在呢 說清理也沒用 還是必須要等水先退了 而且呢 要看看後續恢復的狀況 怎麼樣才會決定 再做進一步的清理 不過呢 我們現在是走進了這一戶人家 因為呢 這位阿姨告訴我們說 其實呢 雖然說每一年都淹水 可問題是今年水深的速度特別快 阿姨 甚至還為了裝水閘門受傷了是不是 對的 因為是緊張雨下的太快啦 變成說比較緊急就容易出事情 是沒想到雨 這次的雨跟之前的雨 比起來是速度會積得特別快 很快 大概差不多半個小時之內 都已經淹到七樓了 那所以昨天的水深 最深大概到什麼地方 最深的時候是到膝蓋 才整個退掉 因為那邊我們還可以看到有痕跡在那邊 所以現在還沒有打算清理嘛對不對 對還不打算清理 因為你現在清理水都還沒出去 我們清理也是白清理的 只能說等水燒退了以後 才開始往內一直往前來清理 包括畫面你可以看到 在阿姨的這個房子裡頭呢 因為裝了水閘門 所以裡頭呢 你現在看到可能還有一點點濕濕的原因 是因為啊 昨天晚上水深真的已經超過那個水閘門的高度 所以全部都已經淹進裡頭了 阿姨你知道還有個颱風要來嗎 知道還有一個好像海棠 海棠嘛 我現在已經坐在這裡擲在擋了 不知道怎麼辦 我們那邊淹得比較深啦 好 阿姨說裡頭淹得比較深 我們馬上透過畫面帶您來看 這邊呢 已經有好幾個水桶 通通都已經積滿水了 因為在裡頭 我們再走進去 就會發現 好 好就會發現裡面呢 真的整間都是水 而且呢 在可以看到 其實在昨天呢 這個水呢 已經淹到了其實蠻高的地方 但是呢 現在雖然雨稍稍的 停歇 所以水也稍稍退一點 可是呢 這個地方 因為地勢相對的低窪 所以到目前為止呢 這房子裡頭的積水都還沒退去 你好 請問你昨天是有 還睡這裡嗎 還是 沒有沒有沒有 我睡樓上 你昨天睡樓上了 因為這邊是昨天水淹到大概多深 你知道嗎 我不知道 所以昨天是水來了 然後你就想說趕快先走再說 是不是 對 所以你現在是 這個是 就當床這樣先用著是不是 對啊 用喔 所以裡頭 還可以再帶我們進去看一下嗎 再往裡頭走呢 這是他們的廚房 現在幾乎已經不太有辦法開火了 因為你可以看到這邊 全部都是水 而且呢 就連瓦斯鋼瓶也通通都浸泡在水裡頭 所以呢 阿姨就說了 這對他們的生活來講 真的是 生活起居已經造成了很大的影響 重點是每一年都淹水 所以呢 眼看著這水還積這麼高 而晚上 秋海棠颱風呢 又要再來 所以 該怎麼辦 他們現在也都還在想辦法 以上就是現場最近的狀況 真的